R跟V是指出有預期的R嗎? 我簡單來講好了 假設Arrow是0 所以這兩項就相等 因為你的reward一定是最後一定會有 假設0 假設你最後一定會給個reward 那你這邊 TDA就會給RT 假設沒有Decade的話 你的未來的預期 跟前面就是預測的很準 你的DELTA就是等於RT 就完全預測準確 這是最簡單的Case 這個完全沒有誤差的時候 你對於預測 其實就很等於reward 那這邊就延續剛剛的一些名詞解釋 那書裡面有一個 肉肉等的一個名詞 叫做reward position error of dopamine reward activity 那說穿了 其實就是在講說 這個dopamine的activity 就是對應於reward 裡面的PD error 就這邊講的實驗證據顯示 就是dopamine調節的reward position error 就是在神經裡面傳達這個TDA 那我們接下來看TD模型跟實際上在細胞兩側上面的對應 上個月我們講了心理學的一些相關的實驗 從TD模型跟實驗心理學這邊對應 那今天我們進一步 實際去兩側神經原 它的電訊訊號是跟TD模型有一些一致性 回想這剛剛就回答你的問題 如果整個學習已經完成了之後 這是一個類似像conditional learning 上個月第十四章講的 conditional learning 你搖鈴鐺 然後最後會給15 那你這個刺激來了 你就會產生一個TD error prediction 你可以看到這邊 當你上次沒來的 不曉得有沒有讀事 事實上 當你給他一個 Cue一個暗示的時候 他的這個 就會提前到來 在你暗示的時候 就會產生 你TD error這時候就會產生一個trigger 那這時候 TD error預測到了 你的expand function就會居起來 一直到你的reward結束為止 那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 大概我們下一張時代會講 這有沒有問題 所以剛剛講的 理想的狀況在下面 你預測到了你的TD error 大小就會等於reward 那接下來我們看 在training的不同時間點 他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是一開始的時候 誰的時間點 你在最後給一個reward 和Stop 那我現在要開始訓練了 那開始訓練的時候 我還沒有預測到 我的delta 我只有rt 我還沒有學會 所以 我的rt 是有的 但是我的reward function 都還是沒有 因為我還沒有 因為我對未來不準確 所以 開始的時候 我的TD error 得到的 是在最後的階段 才會預測到 剛好是等於 整個TD error 最前面的reward 就是剛開始training的時候 還會在最後reward來的時候 才會有reward function 因為TD error 前面都是0 所以 從頭到尾 都沒有抓到 那等你完成了之後 就跟上面一張圖是一樣的 你訓練完之後 你一開始就會抓到了 你前一個狀態是沒有的 那在 時間TD的狀態下 你預測到了 當然這邊 全部都是理想狀態 我們不考慮說 他為什麼 是這樣子 而不是decame 完全是不考慮 那個discount 假設那個 剛剛那個感法是1 你訓練完成之後 你的Value function 就等於你的reward 那 因為你這邊已經學到了 所以你的這個 就抵消掉了 所以你最後 得到的 你的TD error 是 R start 所以 你在一開始 就偵測到了 所以你的mary function 會從頭到尾 直到R結束 那第三種狀態是 該給鋁握 最後沒有給了 以 TD learning的模型 它會產生 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 它有一個expect 會有 所以它會舉起來 可是到最後呢 這個階段 你可以看到 真正的鋁握消失了 所以RT是0 那 在這個時間點 我的 現階段 我的Value function 因為沒有了 所以有了 所以有了 但下一個 ε 就前 因為它 你要把它看 回到這邊 下一個 前一個狀態 是這裡 所以這邊 是 R start 前一個狀態 所以它會 反而得到負能 那 這邊不是神經訊號 這邊是 TD model 所以才會有 這樣的行為 那 因為 TD model 它 是 用所謂 一個absorb 概念 它是 這樣子一個循環 所以 前一個時間點 它的Value function 是R start 因為 在一開始 它有偵測到 到這裡的時候 因為沒有reward 所以 理想的狀態 我的Value function 在這個時間點 評估是0 所以 它反而產生了 負的R start 所以 你會看到 以TD model的模型 它會拉下來 好 好 OK 那 下一張 slide 我們看 實際的 模型 跟 真正的神經元 測量了 的 異同 那 除了剛剛講 以外 我滷過的 發生的機率 也會影響到 這個 預測的大小 你可以看到 當有的reward 是0 4分之1 0.5 4分之3 然後 永遠是固定的 機率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它機率低的時候 它產生的 預測 相對低 它的預測 會使得人的機率 變高 變高 那這邊 你可以看到 當它機率是0的時候 這邊會拉下來 可是在實際上面 真正記錄 Nural Docami neural 的時候 它 只是比背景 要稍微高一點 它並沒有整個拉下來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接下來 下一張 slide 會更明顯 這是 同樣的實驗 在模型 跟實際上面 做的 相亦跟相同的地方 上一張 十四張 在做心理學實驗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說 當你做一次訓練 越來越多次的訓練的時候 它對你訓練的預測 就會越來越大 這個pick就會越來越高 當然它會達到這個pick 就不會再上去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鋪握 鋪握 會隨人的訓練 達到一個pick 相對於實驗 鋪握之後 會產生一個pick 就能埋衝得肌體的pick V的部分就是你給他一個Conditional Stimulus 給他一個條件的刺激 就是一個暗示 過來的時候 他的預測就會在前面 而不是如果我聽到 他的整個這個TDAIRROR就會往前 模型跟時間結果是一致的 這裡就不一樣了 這裡是你給他暗示 但是最後沒有提供預測 你給他暗示 最後沒有預測 整個TDAIRROR模型就整個拉下來了 就跟前面的頭影片這樣整個拉下來了 可是呢 他在於真正的神經園 多發內成員記錄到的 並不是這樣的 他只是比背景要低 就是 他整個這個神經平常的這個活動 你可以看到 因為生物體是不可能有負訊號的 所以他只會比平常要低 另外一個樹林園有提到不一致的地方 我找不到圖片 他是實際上面有鋁臥 但是鋁臥比正常情況下要少 所以他的pick會像這樣起來 假設這是一個鋁臥提前到來 他的pick會起來 跟這一樣 但是到了真正鋁臥時間到的時候 模型會掉下來 可是這邊 他不會像這樣子 他是平的 會像這樣子平的 他也不會像這樣子 地雲 這是書上面提到的 模型跟實際上面 神經兩側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神經系統其實 就是他整個機制是比整個這個 Rincipal Learning的TD model 不要複雜還是多的 那這邊 連續上一張 在不同的刺激半字時候 他的這個 TDA 有一點 shoot 前面是 你還沒有訓練完成的時候 他還沒有產生條件反射 還沒有產生 conjunction 的learning 所以這時候 你給他任何的 instruction的 cute 他不會有作用 所以 只有在reward來的時候 才會連到神經訊號 可是當你訓練完成 第一個實驗 你給他 一個trigger 這個實驗是 你給他 類似像 他按那個 踏板 就會給他 一支糖水食物之類的 給動物實驗 這時候 trigger之後 大腦神經細胞活動 整個reward就會提前 TDA rule就會提前 這個時候 你在訓練他 你把這個 暗踏板跟 這個照光 把他聯繫起來 這時候 你的instruction cube 照光 老鼠 他就會提前反應 你就可以記錄到 他實際 整個這個神經細胞 從鋁窩這裡 整個提前到前面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這是reinforcer的 td model 跟neuralscience 中間的一些 match跟一些 微細差異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更進一步 會用到 第十三章 所謂的AC learning actor critic method 結合 類似的網路 其實這個不能叫deep learning 因為他的網路蠻淺的 就是 那 actor critic method 他的特性 是 actor 會對於外在環境 產生action 只有環境 外在環境 會收到 他critic 不會收到action 就是 這邊的走的 是這個路徑 當你 對於 產生action之後 那環境 會產生 一個feedback 一個reward reward 會進來 然後 透過 td learning 回饋給 critic 跟actor 只有這邊講的 tdl delta 回饋到 這兩個神經網路 那 這個時候 critic 會針對 這個 tdl 產生新的value function 然後 去修正 這個 tdl 對於 成因系統 這邊的一個 假設 這邊是一些 間接的實驗證據 支持 在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文狀盒的 背側 跟他的複側 各負責的不同的功能 他的背側 就類似於actor的功能 就像 這邊的 action 行動者 他會 對於 我 環境來的 state 或是刺激 這邊的 state 從環境來的 刺激或狀態 輸入神經源之後 actor 會產生action 作用到環境 這個背側的文狀盒 他還會收到 從cortex 等到的 輸入訊號 而來 然後 會產生 對於 他外面的 大腦分離訊 作用 然後 產生 Dopamine的 tdl 然後再回過頭來 去調整他 透過 複側 來去調整 Dopamine的 調節 然後分別對 critic 和actor 做調節 這兩個 有很大的 不一樣的地方是 actor的角色 是讓 td error 越大越好 因為 他的目標是要 td error 越正越好 Prime 他的目標 Prime 他的體 越好 但是 critic 的角色 因為 他是要 縮小 彼此之間的 誤差 所以 critic 目標 是要讓 td error 趨近於0 那 這邊 這個模型 其實是一個 非常簡化的 神經網路模型 那在這裡面 他的輸入 只有 他的V function 神經源只有一個 這代表V function StateV function 這是一個輸出的神經源 來調節 這個 td error 這個 x的神經網路 其實只有一層 輸入層 跟輸出層 就出去了 接下來 下一個 我們會講 這個模型的 數學部分 這個是 他的演算法 這邊 delta 就是 在 在求 剛剛就跟大家一樣 reward 然後 後面的 時刻 跟前面 當前時刻 的V function 然後 加上 一個 discount rate 的差 算出 你的 d error 然後 這一個 就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叫做 BRT Trance 這個 shortem memory 他的誤差調整 誤差調整 他 算的是 Value function 對於 位者 的一個 梯度 就是 對他做為分 這是 Critic的部分 這邊 W 是 Critic的 位者 參數 三張 Side Critic的 位者 叫 W Critic的 位者 叫 Sita DELTA E HBD 的 誤差 這一個 是在算 是在算 HBD的誤差 這一個 HBD的誤差 這一個 大家會解釋 這怎麼來了 這邊 跟這個怎麼求 這邊的 所謂的 這個Pi 是所謂的 叫做 Policy Policy 好像是第三章 介紹的 Policy 是一個 State 對應到 Action 的一個 Probability function 就是 我要做這個 Action 選這個Action 它的一個 機率函數 這個叫做 Policy 就是 要這樣做 或是那樣做 的話 中間 選擇 有不同的 法律 這叫做 Policy 那 H 是 對於 這個 Action 這個State 跟 這個 參數 在這裡 就是 它的 位置 形成了一個 在這個狀態下面的 Policy 取Log 對 位置 做的 T度 那 為什麼是取Log 這個在第13章 13-2 這是公式推導出來的 這是在求 這個 Actor 裡面的 這一項 它的 那個 Cost function 導出來 它把它拆成分子跟分母 然後後面會形成Log 這個 這個 你不了解 需要 需要把 講嗎 這部分 還是自己看就好 我把它 用出來給你看 等一下 OK 這邊的 公式推導有點 長 這邊就 沒有辦法 重複到了 這邊的 DRJ 這項 對應於 Deep Lending裡面的 Cost function 它的 梯度 就求 那個 Rending Rate後面那一項 那個 Delta Cost function 對於 位置的 一個 梯度 那 這一項 到下面這一項 這邊 剛剛的 Policy 對於 位置的 梯度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邊 他把它 放在分母 然後在這邊 再乘一項 這邊是幾個 相訊 所以這邊 會是 Delta Pi 對C 為分 然後除以 Pi 那 這個是什麼 這一項 就是 那個 Log Delta Pi 那 大概 我們會 公式推倒 這幾個 我再把 都能變換 稍待一下 這樣 要了解 不過 有 notable 然後 些 communication 然後剛才那個公司一起以後,然後把移到後巷 所以就會得出這邊的 delta log i 我們先來算簡單的 critic 的部分 critic 裡面,你去對 因為,位者對 w 作為分,其實就是 x 這可以理解嗎? 你的Value function就等於位者,才你輸入 就是你的刺激 所以我的Value function對位者作為分 就只會得到輸入 剛才那些刺激的向量 剛剛我們有講到 這個部分,後面這一項 log pi 對 theta 的微分 那求出來有什麼 actor 的部分 那這個,這個知道嗎? 1 的 probability 就是當他的 action 是 1 的時候 他的 policy 的 probability 是 0 的 probability 因為全部就是 1 如果完全都有的話,就是 1 所以他是 1 的機率,減掉 0 的機率 不是, total 的 1 減掉 0 的機率 這邊,因為 這邊的 action 他是神經脈從不是 0 就是 1 所以他用那個是 1 所以他用那個是 1 所以他用那個是 1 是 1 這個是 1 2 是 1 或是 你可以用那個叫什麼 有點忘記了 你有很多個選一個 Sofax Sofax 的狀況 當你只有0跟1的情況 它其實就受戀成 這個奴隸的signal function 數學上面可以證明 第二章5 好像是倒數第二小節 它有一個很長的證明 這邊的證明我沒有推倒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第二章它的證明我推倒這個 這邊的這個Z就是 Zx 用Z取代 就會得到這個 πZ對Z為分 就會等於πZ 乘上瓜號19πZ 所以剛剛這一項 對Z為分 先看這個 π的自然對數 對Z為分 π的自然對數 對 dπ為分 會等於π分之1 透過chain rule dπ 再對 dθ dθ x dz 就會得到這個 然後 這一項 再對 dθ 就會得到x 後面的項 這邊是dπ對dθ dπ對dθ 還可以拆成 dπ對dz 然後dz 再對dθ 是dθ 這是d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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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邊 你就會得到 d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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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項 p dθ 對dθ d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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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導出這個證明 不然我在第五章 在 Slash Share 上面有第五章 針對這個 它是直接對 Symbolic Function 去做微分的推導 說實上是用 那個 Solomax 劃約出來的推導 它相對稍微複雜一點 我在地分領那個講義 它的推導是直接用 Symbolic Function 直接去推出這個公式 這中間 整個數學公式是這樣來的 所以求出這兩個之後 我就可以求出 HBOT Trance 針對 Actor 跟 Critic 的部分 就可以算出這個部分 就是 Delta E EW 跟 Delta E 系統 的誤差 就中間的誤差 然後這邊的 Alpha 跟 Beta 類似於 那個 Neural Network的 Learning Rate 這 Delta 就是 Error Rate 整個這個 Hactor Critic 的演算 它是用到 13-3 一個叫做 Reinforce 的一個 演算法 其中的一個 那一張要到明年很晚 才會講 這有沒有問題 OK 這次更進一步 用一個很簡單的模型 想要嘗試去 在神經系統裡面去 重現這個 Reinforce Learning 當然 剛剛前面有一個實在給你看 真正的 Reward Seasons 沒有這麼單純 比這要複雜很多 這其實是大大講話 那剛剛講的部分 大概已經涵蓋 第四五章的一些重點 那裡面有一些細節 我想 我今天就不花時間在講 那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看 一些非常細微的部分 那在這一章節最後 提到一些跟這書上面 其他部分 比較沒有提到太多的 是比較 advanced 的 topic 我就以很簡單幾張 slide 帶過 那第一個主題 是所謂的叫做 Collective Reinforce Learning 那在 Reinforce Learning 的 term 就是Multi Agent Reward Reinforce 就是很多很多的 Reinforce Learning 在 Reinforce Learning 武漢大術語 他所有的這個Model 會透過一個叫做Agent 代理人來 行動 來發他的Agent 跟從環境裡面得到Reward 那這本書裡面 絕大多數都是在提單一的Reward Learning System 那其實現在有很多的新的研究 是在研究很多的 Reinforce Learning 他們之間一起運作狀態下來 會是什麼樣子 那這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大家的目標是一樣的 每一個Agent都只看到其中的一部分 他對於整體的Reward的貢獻 只有一部分 那這樣的一個系統 我們就看整個合作 他產生的群體行為 另外一種叫做Competitive 就是不同群的Agent 他們的目標有可能不一樣 待會我會提一個例子 給你看 在Decision Making的時候 不同群的神經目標是不一致的 然後會影響到最後的結果 那其實這部分跟Game Theory有點像 你在遊戲理論裡面 不同玩家 還有可能有共同目標 或是不同的目標 這會有所謂零和遊戲等等的不同的結果 那這本書其實 真正在講語音說的在裡面的部分 這部分幾乎是完全略趣的 那我只要有一些參考的書 有興趣的話可以推薦給你們 那第二主題是所謂叫Model Based Learning Model Based Learning 在大腦裡面 其實跟Reinsured Learning一樣 有所謂的Model Based跟Model Free 我們在這本書裡面 大概大部分都是在講Model Free的 Reinsured Model 第八章有提到 Planning的部分 有提到一點點Model Based 也是很簡單的稍微提過 那在神經系統人腦裡面 在神經系統人腦裡面 比如說我們在十四章的時候 有提到所謂的Goal Directed 目標方向的 跟Abitual 習慣的 習慣的就是Model Model Free Goal Directed 比如說 上個月第十四章 最後有講到一點點的 那個認知模型 它其實就是一個Goal Directed 對應於Reinsured Learning 它就是一個Model Based的Model 你要先 在你的大腦裡面 已經有對外的一個模型 先評估模離過 然後再下Action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Actor Critical 其實是一個Model Free的 它們也有一個內在的模型 但是完全透過一個 Actor的Policy 以及Critical Value的Inversion 來修正它的TPA 那最後一個主題 是在 我想這可能也是 Reinforce Learning的一個弱點 就是Addiction 在人類上面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特徵 那在 Reinforce Learning 目前 似乎還沒有發展到 這邊 非常地 如何來預防這樣的狀況 Addiction 最明顯的就是 藥物的成因 那這邊的 Reinforce Learning 有分症跟副的 症的狀況就是說 例如說 例如說 你今天吃藥 吃了之後 你會覺得 非常地興奮 舒服 快樂 所以 它是一個正向的回饋 所以它是一個 Policy的Reinforce 那 Megative Reinforce 的狀況是什麼 比如說 你不吃藥 就會心靜 噁心 然後 會覺得 心情不好 那你吃了藥之後 就會把這些症狀減輕 所以它是在 把 副相 把這個 原本的狀況 把它 解除掉 所以它是一個 Negative Reinforce 有沒有人了解 接下來 我們看一個典型的 心理學實驗 它搭配在大腦裡面 還是 如何運作 那這邊 有一些細節 今天就沒辦法講 有興趣的 可以看 這一篇 額外提到的 Paper 這裡面有 三個作用的 神經細胞的 組織 這個叫 Maturator 這個叫 Directed Pass 這叫 Interacted Pass 那 Maturator Pass 是從 Cortex 來的 那這邊是 做視覺的測驗 所以 就是Visual Cortex 而來的 然後 它會去 控制 運動神經 那 Directed Pass 它主要作用在 促進 這個行動 Indirected Pass 在抑制 那這心理學實驗在什麼 這張螢幕會顯示一個 很短 這個要不要看不清楚 這邊的都是 箭頭往右的 然後 當然受撤者都知道 那 在螢幕上打這張圖之前 會先 點一個很短的時間的暗示 像這一個 會給一個 向右的暗示 然後 你選擇 下一張 跑出來很短的圖 實際上 箭頭是 向右來向左 那 暗示跟 這邊的 實際的圖 是一樣的時候 它就會完全產生 正向圍困 你可以看到 這個Directed Pass 它是往上的 然後這是 控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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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元 運動神經元 那 你現在按右手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右邊的 被努力的啟發了 所以 促進的 跟抑制的 差異的 越來越大 然後 像這張圖是指 Directed 跟Indirected Pass 之間的差異 所以 這邊的差異 右手的差異 控制 比左手的大 以多 那 下一個實驗是 我故意放一個 向左的暗示 但是 實際上面的圖 卻是向右的 那 你可以看到 實際上面 你得到的 Sensory input 向右的也是舉起來 那 因為 你受到 這個 stimulus 這個暗示 所以 向左的也舉起來 那 因為 在這 很短的時間內 你的大腦在做判斷的時候 你被CAN過去了 所以 你就會 誤以為 它是向左 所以 Majerate 會調控它 把 左邊的 拉起來 所以 最後 左邊的贏了 你可以看到 當它正確的時候 右邊的比左邊的大很多 可是 它錯誤的時候 兩邊的差距 其實相對是少了 它 左邊舉起來 右邊的舉起來 它 送到這個Majerate 很大的引擎 那 在這張Paper裡面 它把它比喻成 一個滾輪 滾輪的兩側 Direct Pass 跟Indirect Pass 它會取得一個平衡 那 這邊的一個Majerate Pass 就像一個煞車 當它要 視覺 要往它對的方向的時候 煞車就有可能把它阻斷 這個 這個 這個實驗是 一個非常典型的 心理學實驗 一般人都會打錯 會根據暗示的 去打 就是你的大腦提成 你的Cue會告訴他 這個才是對的 但是事實上 你其他的輸入 視覺很短的輸入 兩邊都在競爭 就剛剛講的Majerate Agent 的Reforce 就會 兩邊的目標不一樣 就會產生這樣的情侶 所以 整個Reforce Distance 也有參與到 這個所謂的 Decision Making 的部分 那 這個是另外一邊Paper 我本來是要找 一篇關於 Model Base的一個 大腦模型 但是沒有找到 適合圖 讓我們就是 數前證明一堆 所以就拿這張圖 這張圖 比較偏於行為學的 一個研究 那 這張圖 其實在簡單 在介紹 他們在做行為研究的時候 他們也用 Retor 不同的 approach 那標準的就是 這邊所謂Standard R 就是Model 3 就是完全沒有Model 這Model 用這個 內部的一個 Word 代表 V跟C 是Model Base的 我對外在的評估 我會在內部 先模擬 然後再下手 那 V跟C 不一樣是 C 的部分 是Model 在Learning的時候 也同時在Learning Policy 也同時在Learning Policy V的部分 是Model Learning完之後 在Learning Policy 也是不一樣的地方 這邊講的 Model 是Internal Model 不是整合的Model 那 也可以用 Gradient Send 比如說 剛剛我們講的就是 所謂的Pasic Gradient 第四三章的內容 用 內層軍網路Gradient Send 的方式 做這個 微分 來 學Pasic 實際在大廣 我們剛剛講過 上一章心理學 其實有提到 你實際上看 生物的行為 他走迷宮 他可以用 Gradient 跟Hambitual 對應的就是 Reformation 裡面的Model Gradient 就是Model Base Hambitual 就是Model Free OK 有沒有問題 最後一個 給他看 看一個 Slide 是 整個 Addition 其實比我們剛剛講的 樹裡面提的 要複雜很多 除了 Dopamine 以外 有紅色的部分 作用機制 也有所謂的 鴉片 生態 其實大腦裡面 會產生類似 像 麻菲的物質 他也有他自己的路徑 也有 尼古丁 瘦漆 我認為應該還有其他的 整個大腦 其實 遠比 你想的要複雜很多 不然 只會已經被解密了 我現在 這麼多的 神經科學家在研究 成果還是有限 OK 好 這是今天的內容 有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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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